你图二婚女人什么呀 我身边有一个哥们 他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 我跟一个二婚的女人相处了两年多 他就负债了两年 期间我给他花了二十多万 他现在没有什么工作 但是呢对我总是挨大不理的 这样的女人还能不能继续在一起 我今天呢就问所有跟二婚女人 在一起的这些老爷们一个问题啊 你图他什么呀 图他是结过婚呢 还是图他生过孩子呀 还是图他出窝鬼 还是图他长得好看 还是图他三观症人品症善良 还是图他照顾家庭一把手会赚钱 还能帮你分担这个家庭呢 那以上我所问的这些问题 你们相处的过后 你发现他一个好都没占 坏的通通都有 而且这个人呢还负债 还好吃懒做 还天天花着你的钱 却嫌你窝囊 嫌你无能 那么我请问啊 你是多么的缺爱呀 脑袋是不是有炮啊 你才选择跟这样的老娘们在一起啊 我说的更直白一些啊 当今的社会 你没有钱 你是娶不到二婚的女人的 你以为他结过一次婚 或者他有孩子 他就能将就跟你在一起过了吗 你大错特错了 你要是没有钱 没有能力的话 你对他再好 他也不会嫁给你 他跟你谈一段感情 甚至啊利用感情去欺骗你 但是他绝不会跟你谈婚论嫁 所以二婚的女人都很现实 请你们记住了 这也不是什么刻意去贬低 或者打压二婚的女人 而是现在的生活 现在的问题 他就宰着呢 他在第一次的婚姻当中失败了 大多数因为都是因为这个问题 导致的离婚 所以现在啊 很多的二婚女人 活得都特别通透 特别现实 他们谈恋爱 只看钱的原因 所以当你们谈一个二婚女人的时候 你不要觉得我经济条件一般 但是我可以拼命的对他好 我关心他 他就会嫁给我了 你想的可真美 他可不会 他会接受你的抚平 接受你的安慰 但是绝对不会跟你走进婚姻的殿堂 只要你经济条件不好 你想娶他 哼 那就是一响天开 所以我希望你们能明白啊 你到底图这个二婚女人什么 你可以当舔狗 你可以做他的踢款机 但是你别忘了 你最后的下场会是什么啊 记住了飞飞说过的话啊 我是一个敢说实话的主播 我真的不希望大家在情感的道路上 继续受伤 觉得飞飞说的没毛病吧 来咱们评论区捞一捞